師傅,其實時間已經超過了很多 但我也很貪心 你說完中國的命運或中國的國運 之前我們說過貿易戰 不如我請教一下 美國的國運將來又會怎樣 你真是很貪心 你說國運這件事 我都是用我從歷史加上述數去推斷 如果你用180年的大週期去推翻 你有幾個週期可以推得到 由西班牙到英國,英國到美國 美國會不會有交替呢 當然現在世界不流行 接下來是否真的要說盟盟主呢 始終中國有13億人口 主導了世界同堆 他佔了一席位 在世界裏面 是應該的 但問題要取其平衡 會不會這個世界是兩邊有個盟主呢 或者是去平衡 可能你那邊是爭取經濟 我那邊是爭取另外一件事 所以是這樣做 如果你說說回美國的國運 不妨你可以試一下 放回這個180年的週期盤 去看看 OK 李師傅其實也有些提示給他 OK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事 一定要請教楊宗余師傅 但是貪心之餘 時間也有限 我們已經超出了時 非常之多了 下一集 或者再請教楊宗余師傅 其餘一些位置、區域的運勢 我想到了 不如我們說一說澳門 近來有個新聞 澳門是否一個未來的新金融中心 送大禮 習總去送大禮 下一集再見楊宗余師傅 好 拜拜